去年,平阳公主府中作乱,击毒并发,疑难不解,恰逢一遇被姚依迪劫至属地,遇见了姚不治,讨来药方,成功地替平阳解威,这便欠下她一份人情。 人情难还,尤其是平阳公主这等举足轻重的人物,若非得已,一遇真是不想将这份人情债用在此处。 拿载牛刀来杀鸡,怎么都觉得窝囊,她还能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? 卢氏道,公主若是能在皇上那里说通最好,若是说不通,你还要有个准备。 卢氏对上一遇目光,依我看,你今天回去就同魏王说明白吧,这毕竟是你们夫妻两个的事,总让你一个人担待着算什么呀。 文言一遇想了想,他这头情况的确是不宜再瞒着李太,真要有个万一,皇上不肯松口,要将那送上门来的侧妃拒之门外,他一个人可是做不了两个人的主。 于是,点头道,娘说得对,我回去就同王爷说。 卢氏见他肯同李太交代,便稍微放心了一些,女儿再怎么聪明都只是个女人,关键时候还是要男人站得住脚才行。 当年便是他异乡情愿,那房某人早同他离心,才未能善终。 一遇的家务事,卢氏帮不上什么忙,自觉不能给女儿添乱就是最好了,便道。 我看你二哥的亲事就暂放一放吧,先把你这头料理清楚再说。 可别,这一事归一事,二哥的亲事同我这里有什么相干的? 就是提了亲,也得等上几个月准备,过了夏,二月虚岁都有二十二了,再拖下去成什么样子了? 娘只管去忙您的,我这边有什么动静,肯定会来同你说的。 这样也好。 一遇既决定要同李太交代,就没在卢氏这里多留,听他嘱咐了几句,便起身回王府去了。 一遇从卢氏那儿回来,还是下午,算算时辰,李太这会儿还在文学馆里,便吩咐了平同道, 早些去将药熬了我喝。 这阵子就是再忙,再多事,他都不会忘记喝药,要知道,宫里就是拿捏了他没有身孕这一条,才一个劲地往卫王府里塞人。 天若,一遇午觉没有睡好,本就是想趁着平同熬药的功夫补眠,但有心事,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,只觉得心口窝得慌。 因服药,不敢喝半口凉爽的东西,他干脆就不睡了,套上鞋子,到院中水泄去坐,吹吹湖风,呼吸变得清爽,浑身倒还舒服些。 平同在楼上熟门熟漏地熬上药,交给平慧看着火头,就下楼来俯视。 在水泄找到躺在席子上纳凉的一遇,不免一阵唠叨。 您在这儿坐,当心着凉,善无奴婢就听见您咳了两声,莫不是昨天在书房开着窗子,吹多了呼风,您自己就是半个大夫,更该注意这身子呀。 一遇一手遮着眼睛挡光,由他在身上盖了一条宝毯,时笑道。 没事,那是昨晚多读了几页书,喉咙不舒服,要是真有个头疼脑热的,肯定是我第一个知道。 他盼着肚子能有阴心,这几个月来,几乎是每天早起送走李泰,都要给自己听脉。 奈何,喜脉怎么也得一两个月才能断除,一日不见动静,他就盼着第二日。 这些日子就是这样从不断的希望和失望中度过的。 平童虽不知一遇在宫里听说了什么,但也晓得他心情不佳,就没再劝他回屋。 盖好了毯子,又把水泻四边的沙帘放下,多少挡着点风吹。 见一遇闭目不语,就安安静静地在旁边陪着,直到平慧将熬好的药从楼上端了过来。 药好了吗? 一闻到药味,一遇就睁开眼睛。 可见躺了半天根本就没有睡着。 弄好了,您趁热喝吧。 平慧将托盘放下,姐妹两个跪坐在席边,扶他起来喝了药。 这大热天的和热东西自是不好受。 一碗汤药下肚,一遇额头便渗出了一层薄汗。 平童拿帕子给他擦拭干净,又在他身下垫了软垫给他靠着,问道。 王爷不定等下就回来了,您是回屋去躺一躺吗? 一遇到,屋里闷得慌,去书房左边柜子上随便抽本书拿来给我看。 奴婢这就去。 平童进去,一会儿便取了书来。 一遇翻了几页,看没看进去也只有他自己知道。 天色渐暗,正觉得今日白日格外地延长,就听水泄外有下人回报,说是李泰回来了。 听说他人回来,一遇忐忑了一个下午的心,不由就变得踏实下来,并没急着去见他。 未及,李泰更衣后换上了一身质地舒服的长衫,便自己寻了过来。 今天回来得早? 一遇往边上挪了挪,空出席子上的软垫。 李泰聊起衣摆在他身边坐下,自然还着他肩头,让他靠着胸前。 有事儿同你说,便回来早了。 一遇回头,有些意外地看着他,随即玩耳道。 正巧,我也有话同你说,既然你特意早归,那就你先说吧。 水泰里统共只有平铜平慧两人在。 因是心腹,李泰便没顾忌,伸手将他划到腿上的宝毯,往上拉了拉,低声问道。 我那一名侧妃入腹如何? 李泰问完这话,立在水泄外的平铜,猛然睁大了眼,一欲靠在他肩上,脸上的笑还没来得及收回去,抬起头,迎上他的目光,语调中带着不确定。 你说什么? 察觉到他上半身的僵硬,李泰怕他误会什么,紧跟着便解释道。 我才知因在洛阳聚了父皇,这么久,宫中一直在难为你,我不便插手后宫,将这门亲事映下,也好掩人耳目,你意下如何? 一欲益盯着他,极力控制住脸上的表情,半嗓才找到自己的声音。 你是说,要那严小姐做侧妃,然后让她在府里做个摆设给外人看? 见李泰点头,一欲捏紧了拳头,沉默片刻,突然问道。 你有什么权利决定要让一名女子为你独守空归? 李泰没在意他口气变差,道。 我小五见过他一面,同他谈过,他愿意。 他们竟然私下还见过面,一欲脸色不禁又难看了几分,从他怀中坐起,睁开他搭在肩头的手掌,反问道。 他愿意?好好一个良家女子,家境不凡,岂有心甘情愿守活寡的? 殿下倒是告诉我,他为什么愿意啊? 见他动怒,李泰正考虑着是否要将严婉的遭遇一五一十地告诉他,便听他冷笑了一声,扯着手臂上的披驳,从席上站起身,低头俯瞰他道。 我来告诉你他为何愿意,就是因为心中还存有痴恋,存有念想,他才会心甘情愿地守在你身边,期盼你有一日回头看他一眼。 只要一眼,便会盼你第二眼,什么无欲无求都成了假,他只会越来越多,若非如此,他嫁给谁不是嫁,为何偏偏是你? 我是不知他如何花言巧语说动了你。 可殿下这般软耳根,轻而易举就被人劝服。 亏我一厢情愿地同宫中虚与伟仪这些时日,你实实让我失望至极。 听完这最后一句话,李泰猛地沉下脸,他能被庶民建议大夫当吵纸骂面不改色,却不能听他一句半句的嘲讽。 一欲也是一怒之下才会口不择言,哪想到会踩到李泰的禁区,正要拂袖而去,还没转身就听他冷声道。 你若不能容忍直说便是,又何须诋毁他?你不是他,又怎能忘断他的善恶? 李泰的本意不过是在指一欲不明言晚地遭遇,因此才有误解。 可听在一欲的耳中倒像是他为了维护另一个女子,指责他没有容忍之量。 若说方才一欲还有几分冷静,那这会儿怕只剩下满腔的怒火了,他从没有想过会有一天李泰因为别的女子出口伤他,更何况还是一个对他一片痴情的女子,这叫他如何冷静地下来。 他胸口绞痛,先前扶过的要劲上来,只觉得胃里一团火烧。 他鼻梁一阵发酸,撑大了眼睛望着他,才没能让眼里的雾气凝结得太快。 不肯在他面前示弱,他仰着下巴硬声硬气道。 对,是我诋毁他,是我妄断,是我不能容忍。 殿下既然已有决定,何须再过问我,您要想那妃,尽管去那儿,只是我这人心胸狭窄,眼不藏沙。 殿下须知,带那位严小姐进王府大门一日,便是你我夫妻到头之事。 华生洛,李泰脸色骤变,一跃却没有再看他一眼,鞋也不穿,转过身,赤着脚走出水线。 他背脊挺得笔直,步子迈得沉稳,从背后望去,他一身素白沙衣,虽是背险消瘦,却有一种说不出的强硬姿态。 平童早就被这夫妻俩的肝火吓傻了眼,直到一遇从旁经过,这才惊醒,正要追上去搀扶,就听水泻中,还坐在原位的李泰沉声叫道。 站住,回来! 看他背影一致,继续远去,李泰眼中立色一起,下一瞬便从席上站起,买着大步赶上他背影。 李泰几步远时,在平童的惊慌失措中,伸长手臂,一手擒住了他手肘,向后一转,用力拉着他转过了身。 没听到我! 话说到一半,李泰却突然卡了壳,眼前是他一张挂着泪痕的白皙小脸,童红的眼睛含着泪,却毫不退让地瞪着他,一脸地倔强。 看见他这样,李泰便是有三丈的怒火,也被浇息成了一寸。 按道自己同他致什么气,好端端地惹哭了他,没得让他心里也跟着不好受。 你…… 额…… 一遇一双干呕,打断了李泰的话,他两手都被他抓住,挣脱不开。 遮掩不及,他慌忙偏过头,还是慢了一步。 一张嘴吐了他一身的会晤,黄的,白的,稀稀拉拉顺着他衣襟留下,将他原本干净的长衫污成了一团。 这还不算完,遗欲背着呕吐雾熏了鼻子,一低头,紧接着又是一口吐在他的下摆上,滴在他的靴子上。 主子…… 平童低叫了一声,见李泰僵在那里,看他一生的脏污,变道不好,晓得他素来就爱干净,怕他再因此恼着疑欲,手脚忙乱地上前伸手去扶。 然,李泰手抓着遗欲却没松手,他拉了两下没能拉过来,举促道,王,王爷,奴婢先扶主子回窝,这就让人给您准备热水沐浴。 李泰却没搭理他,敏纯的直角暴露他此时的紧张,他抓着遗欲的双手不自然地改为托福,借着力道跟着他一起半蹲下身。 待他又是弯腰呕吐了一阵,喘气时才抬起头,口气不好地对着肝站在一旁的平童道,还愣着作合,去传李泰衣来。 说着便一手解了腰带,将脏掉的外袍脱下丢到了路边,抱起早吐得齐婚八素的遗欲快步回了房。 卧榻上,沙杖半垂,一遇半昏半醒地平躺着,好一阵时日没被传过的李泰衣坐在床边,小心把了他的脉袭。 平童和平慧紧张地立在床尾,李泰面色不佳的副手站在李泰衣的背后,盯着床上面色潮红的一遇。 如何?一见李泰衣抬手,李泰便出声问道,话里的紧张,屋里没一个人听得出来。 李泰衣站起来,面色有一些复杂,小心翼翼地瞅着李泰衣一眼,又看了看床上,指了指门外。 莫吵了王妃休息,请王爷外面说话。 好声照看。 李泰衣交代了平童平慧,便带了李泰衣到屋外。 他这是怎么?可是弱症。 回王爷的话,这并不是弱症。 李泰衣摇摇头,不等李泰放心,便又小意轻言道, 请恕属下无状,王妃的麦希,属下还算熟人。 记得当时是因有余,阳不足,偏良性。 这倒不是什么病症,只是体质烧益。 可今日再一诊,却发现他因缺阳足, 想来是为补气血,服用了什么厉害的汤药。 这么一来,虽是补足了阳气,可却损了阴重。 阴阳失调,轻者是伤胃,时之不能下咽。 重者是妄动肝火,伤及心肺。 时日异常,难免折损,有亏寿之忧。 属下斗胆,甘请王爷劝说王妃, 这等糖药,绝不能再喝下去了。 李太一年初曾得了一语几本《医书相赠》,得有敬意。 因而,直断了一语现状,一下就戳破他暗中服药补气之事。 李太和等聪明,一下子就联想到一语这几个月来种种不显眼的反常。 比如,他嫌少在他处理公务的时候到书房打扰。 比如,他饭量一日日减小。 比如,他身上多出来的薄荷香味。 比如,他不似以前冰凉的手脚。 至于他喝药做何用,李太已不用去做他想了。 眼下该如何对症? 须得静养,不得劳神,不得动怒。 属下再去开张温良的方子,捏些水丸给王妃服用。 餐饮之事另做交代。 你去吧。 是。 李太一跟着平云到楼上去开方抓药。 李太让阿生进屋去叫了平童出来,到隔壁问话。 一盏茶后,李太从隔壁出来,静止回到一语所在的卧房,留下阿生。 见平童脸色发白,虽不忍心再责备,还是不由轻责了几句。 你是怎么做事的,听主子吩咐没错,可这脑子就不用动了吗?自己好好想想吧。 平童方才被李太吓得不轻,阿生的话只听进去了一半,惶惶点头。 夜半,昏睡了两个时辰,一欲清醒过来,察觉自己是在床上躺着,便睁着眼睛,看着头顶的沙障,仿佛没有看到床边侧坐的人影。 不知过了多久,才又合上了眼。 傍晚时候,李太的话字字句句还回荡在他耳边,让他醒过来,也是浑浑噩噩的,又记得几日前还同他娘打去,不想,这就成了真。 他这边费尽心力地想要维护的一寸领土,轻而易举就被他让了出去,好像一个巴掌甩在他脸上,让他耳晕目眩。 李太守了他许久,直到他醒,隔着一道沙漠,看着那头的他,烛火不明。 他闭着眼,谁也看不清对方的表情。 为不让我纳飞,所以瞒着我服药吗? 一欲呼吸停了停,拼过头,面朝着床里,不想回答,也不知如何回答。 他的确想要尽快怀孕,以免宫中以此为由要李太纳飞。 可另一方面,能够和李太养育子女,一开始其实是再单纯不过的期盼。 他不愿让这种期盼同利益挂钩,这种矛盾让他感到无比愧疚。 对那个还没有降临的孩子。 李太听不到一欲心中所想,见他不语,眼中已暗,说不出是对他心疼多一些,还是自责多一些。 记得李太医的医嘱,李太这边还没想好要怎么开口哄他,一欲已是背对着他,轻轻发声。 从我认识你开始,直到今天,这些年一直都是你在照顾我,我却什么都帮不上你,只会给你添麻烦。 我的神识牵扯上房楼两家的恩怨,还有红妆,我大哥,我自己都数不清你为我做了多少。 我有时就会想,如果你要娶的人不是我,你就不会这么辛苦。 我已欠下你许多,偿还不起,担心你有一日会后悔,所以很努力地去做一个能够配得上你的人。 他哽咽了一下,眼眶泛起了雾水,声音细细哑哑,带着一点迷茫,更多的则是无措。 我真的已经很努力了,可就是什么事都做不好,我这个样子,有什么资格去要求你更多? 诗人眼里,男人三妻四妾本教寻常,我知道自己不该让你为难,不该再自私,可我真的做不到。 最后一句道出他不尽的无奈,不是不愿,只是做不到,不能想象他成为另一名女子的丈夫,不能想象有一日他眼里会有别人的存在,因为太过珍惜,所以不敢去冒一丝一毫会失去的险。 他抬手遮住眼睛,泪水顺着指缝滑落,贴着脸颊落在枕头上,很快便湿成了一片。 李太从未听过他这样坦言过,不知他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小心翼翼地对待两人之间的关系。 不知他心里还有这么多的愧疚,一时竟不知做何反应,直到听见他细碎地哭声,这才恍然灰神。 在他不知道的时候,他竟是被逼到了这种地步,难怪他听说他要纳飞,反应会如此之大,想来还是他低估了此事对他的影响,越是清楚他对他的感情,就越是了解他的不安。 看着他为他憔悴,为他受累,想要安抚,却又不知从何着手,这种无力感让他前所未有的挫败。 他撩开轻薄的沙掌,穿着靴子便上了床,从背后将他拥在怀里,低头埋在他发热的颈间,心跳变得明显,大多时候只有抱着他,他才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还是热的。 我不是在逼你,你若不愿,那非一事就此作罢,不必担忧宫中强迫,我会处理好的。 听他低沉好听的嗓音在耳边响起,又一次的妥协,却让一遇生不出半点喜悦,眼前一片模糊,闭上眼只觉得茫然。 到了最后又是这样,还是要把负担放在他一个人的身上,他什么都做不好。 满心的疲惫让他头一次怀疑起自己的坚持是否有意义,他可以为他一再妥协,难道为了他,他就不可以退一步吗? 他的沉默让李泰略觉得不安,放在他腰间的手臂收紧,正考虑着该怎么安抚他,便听见屋外一阵急促的敲门声,紧接着便是阿生的声音。 主子,树下有事要禀报。 李泰皱眉,还没把人哄好呢,哪有心情做别的呀? 低声回荡,下去,明儿再说。 门外阿生情急,也顾不得李家一跃是否睡着,又报了一声。 主子,宫里出事了。